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的歹族依然还传承着一种古老的技艺 歹族织锦 歹锦即歹族织锦 是流传在歹族民间的一种古老的纺织工艺品 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歹锦以棉麻为原料 用传统的做事织机织成 我们做个纸巾 你放出来有线 有线就会刨线 刨线以后就再来拉 拉线就做个线 加盖钢 江城戴紧色彩艳丽 图案别致 江城戴紧色彩艳丽 图案别致 以白色或浅色为底色 以动物 植物 建筑物等为创作原型 寓意着吉祥丰 丰收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这些寓意深远 五彩斑斓的图案 充分展示了歹家人对于万物有灵的敬仰 以及对于生活美好的遇见与传承 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传承留下来的这些寺景的这些图案 这个是小巷 这个是塔尖 这个是房顶上的那些图案 各种这些 就是这个眼睛 这个花纹是我们家祖宗创下来的这个花纹 这个是塔 这个是大虾 这些花纹就是现在我们就吃了比较多的 这两个图案是这个野菜开始创造出来的 这个是小马 它涂了茶叶 这个是香蕉骨 我们的处比较喜欢香蕉骨 就把它制出来 制出来花纹 骨一骨是骨样的 骨都可以制 比较好看 传统的戴景主要用于戴族服饰 床上用品 胯包等 为了能让传统的戴景走得更远更好 新一代戴景的传承人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 推出现代人更喜欢的产品 老人是床下来 我也是床下来在这台 我们也是成立一个工房 各个人同心心理 想了点没有床心 身体包啊 小宝包啊 还有一个香包啊 这些把古董做得出来的 在网上买 希望在这台我们做个团队嘛 要做一类一号